全能神经典话语 更能看见神极大的爱 看见神极大的拯救 彼得经历数百次熬练 约伯也几经试练 你们要想被神成全 也得经历百次熬练 也必须经过这个过程 必须借着这个步骤 才能满足神的心意 才能达到被神成全 熬练是神成全人的最好方式 只有借着熬练 借着痛苦的试炼 才能使人心里对神 发出真实的爱 没有苦难 人对神就没有真实的爱 里面没有试炼 没有真实的熬练林道 人的心总是在外面飘着 受熬练到一个地步 你看见自己的软弱 自己的难处 看见自己的缺少太多 遇到许多难处都胜不过去 看见自己的悖逆太多 试炼之中 才能真正地认识自己的实在情形 试炼更能成全人 受点约束 受点苦 对你们有益处 若放松你们 就把你们断送了 你们上哪儿能蒙保守 现在你们这些人 因着受刑罚审判 因着被咒诅蒙了保守 因着受许多苦蒙了保守 要不人早就堕落了 这并不是有意跟你们过不去 人的本性难移 非得这样做 才能将人的性情变化 现在你们这些人 就连保罗的良心理智都不具备 连保罗的自知之明都没有 对你们就总得压着点 总刑罚审判 才能将你们的灵唤醒 最有益你们生命的 还是刑罚审判 必要时还得做点 事实灵级的刑罚 你们才能彻底服气 你们的本性 就是没有刑罚咒诅 就不肯低头 也不肯服气 没有眼见的事实 就达不到果效 你们的人格太低贱 不值钱 不用刑罚审判 难得将你们征服 难得将你们的不义 不服压倒 你们的救性 实在是根深蒂固 若将你们放到宝座上 你们就不知天高地厚了 更不知何去何从 你们连自己从哪来的都不知道 怎么能认识造物的主呢 没有今天及时的刑罚与咒诅 你们的末日早就灵极了 更何况你们的命运 不更是危在旦夕吗 没有这及时的刑罚审判 你们不知要狂妄到什么地步 也不知要堕落到什么地步 这刑罚与审判 将你们带到今天 维持了你们的生活 若仍按照你们的父亲 那样教育你们 你们不知要进入什么天地之中 你们根本没有自我控制 自我反省的能力 就你们这样的人 能跟随顺服 不打岔 不搅扰 就达到我的目的了 你们不应该更好地接受 今天的刑罚与审判吗 还有什么选择呢